下一个节目是玩转厨房 大家好,我是澳闻药社工会副理事长张智欢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金菇肥牛鲜 我们的材料有肥牛、金菇 我们的材料有红椒、西椒、洋葱、蒜 我们现在先备一些材料 金菇菜我们买回来 有些是包装、有些是散装的 也都可以的 头出来之后,我们就轻轻冲一冲水 接着我们就备一些材料 先切好头 切东西的时候,手就这样吸着 就不要突出手指出来 我们就把它切丝 切完丝,然后再切粒 洋葱和洋葱,一样切丝 再切粒 红椒,然后切丝 切完丝,再切粒 我们一切丝 通常我们就不要拍丝 拍丝就弹到整个厨房都是我们这样按 按的时候,我们刀锋 贴着砧板,按一份 按完之后,我们再切粒 鱼头,鱼头做好了 看过肥牛肉的时候 我们一会儿要用一些蛋 用一些生粉 开炒蛋 像是蛋浆 做到什么程度 好像胡仔 做到胡仔 爆了,那些肥牛 放开,然后放一些金菇菜 放一些金菇菜 放一些金菇菜 留意金菇菜切了头 之后,我们冲水的时候 不要洗它 冲冲水就可以了 放了金菇菜进去 接着我们捡,我们捡的时候 就尽量捡实少少 捡实少少 捡到差不多了 刚才我们用一些生粉 和鸡蛋的浆 放入去 再捡 捡 捡起来 这个肥牛腿开始包好了 包好之后呢,我们就开始 煮了 煮的时候呢 同样是烧热的锅 放少少油 放入去 下肥牛腿的时候呢 可以先关火 先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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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关火 做一些金黄色 才足 lieutenant если�са 先λ 先膠 先关火 用油煎 肥牛也有油出的 所以爆料头时就不用加油了 慢火把料头爆香 爆香后加少许黑胡椒 爆香后就会加入刚才煎好的肥牛片 我们看到香菇比较炖肥牛片 加入煎好的酒 加少许酒 加少许酒 再加少许酒 加入香菇 加入少许味 生粉、糖、生抽、蠔油、粉 牛肉很快熟,混合一會,把生粉去 加入生粉的時候要先搓 不要搓,慢慢搓,要起張 搓弄一些老抽,調出色 收汁,就可以上碟了 再加點醬汁 今天的金菇肥牛腿就完結了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CLSS按鈴鐺 留意我們最新資訊